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我们来看一下圣经话语 约翰福音八章 约翰福音八章 从一节开始来读一下 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 耶稣却往橄榄山去 清早又回到殿里 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 他就坐下教训他们 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音时被拿的妇人来 叫他站在当中 就对耶稣说 夫子这妇人是正行音之时被拿的 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 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 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 他们说这话乃是探耶稣 要得着告他的把柄 耶稣却弯着腰 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 耶稣就直起腰来 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于是又按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他们听见这话 就从老到少 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 只剩下耶稣一人 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 耶稣就直起腰来 对他说 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 没有人对你的罪吗 他说 主啊 没有 耶稣说 我也不定的罪 去吧 从此 不要再犯罪了 好 读到这里 因为这一次大会呢 是通过Zoom来举办的 我也是进去 听了别人的演讲 也听了金西城牧师的演讲 也听了平安文泽 长老的演讲 平安文泽长老呢 他是一位律师 所以说话特别的有趣 那现在在Zoom呢 他的人气特别旺 非常好 那除此之外呢 也听了别人的演讲 那我想说这样的话 这韩语圣经呢 总共有一千八百页左右 可能各位都看过这个圣经 圣经里面一幅画都没有 那满满的都是字 一点空隙都没有 这圣经为什么要这么厚呢 我曾经这样想 就不能稍微 少一点嘛 但因为人类的想法太复杂了 所以我想呢 为了解决这复杂的问题 所以需要去解释 用这么厚的 厚的书来解释 可准确的是 假如我们知道 这圣经里面的 神的心的话 那我就能够享受 安息 过上蒙府的生活 我们就这样读着圣经 那如果我们去想 圣经里面所讲的 神的话语 神的心的话 我们的心就会挪移到 完全不同的 这样的一个世界里 简单来说 圣经全部都是神的话语 写这话语的神呢 假如是我们的敌对者 就不说什么了 假如是我们的仇敌的话 我们就不说什么了 假如他恨不得要杀死我们的话 就不说什么了 可假如说他呢 是在这个世界上 最爱我们的意外的话 那我们读圣经的 这个角度 就会变得完全不同 可问题是什么呢 这世界上不仅仅只有神 也有邪恶的魔鬼 他看着我们与神相爱 一同和睦生活的话 他无法忍受 所以邪灵就在我们心里面 放入混沌的想法 总是做一些干扰的事情 如果我们读圣经话语 通过圣经了解到神是爱我们的话 现在我的儿子在美国 那我儿子已经长大了 也上了年纪了 假如我放着两岁大的儿子在美国 然后要离开他好几十年 那我就不会什么都不做 只离开美国的 我会对儿子说 他今后将要遭遇的千千万种事情 然后又树立一个人 让他照顾我家儿子 而且会特别亲切和蔼地 对待这个人 然后又把钱交给他 然后叫他去管这个孩子 而且要确认这个人 到底是不是值得相信的一个人 就会为他做所有的事情 那神爱我们的这个话 不是理论 而是实际上 他是爱我们的话 那圣经为什么要说这种残忍的话呢 假如我们稍微去想一想 这样的一个事实的话 我们的心就能够发现 圣经里面所描述的神的心了 那假如我们发现神的心的话 他知道我们的软弱 也知道我们经常会被撒旦欺骗 那神会在多方面去思考 我们会陷入撒旦的陷阱 然后呢 他就会为我具备所有的一切 让我能够安全安全地重新与父亲相遇 所以各位不需要去了解别的事情 而是要去了解这位神的心 神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语呢 神为什么让我经历这种事情呢 我们读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圣经的时候 就能够发现神真正的意义 人们最单纯地去想的是 神将以色列百姓 从埃及地拯救出来的时候 把十诫命律法赐给了他们 那看埃及历史的话 说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 是公元前1492年 那他们出来之后呢 他们就到了这个叫西奈的半岛 那他们在埃及的时候 是有埃及的法 埃及的法就是生儿子 就要把他扔到尼勒河里面去 那我看这个实在是太残忍了 那我们教会有一个传道叫金萨木尔 那他家师母呢 生孩子已经快一年了 那我们结束布道会之后 我们坐在一起喝茶 他带着这个孩子过来了 他就住在我隔壁 我住在二楼 他也住在二楼 他这个孩子特别特别漂亮 那这金萨木尔跟他的妻子呢 真的特别爱这个孩子 那这个孩子呢 真的是灼壮成长 真的就像一朵花一样美丽 那可以说呢 这玫瑰花都没法比 那到底是谁告诉 这妈妈要爱自己的孩子呢 谁告诉爸爸要为孩子牺牲自己呢 没有人这么做 可是爸爸妈妈呢 却像生命一样爱这个孩子 我们在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人都不知道 有多么高兴多么喜乐 我不理解为什么 只生一个这么漂亮的宝宝 如果在座的各位当中 还没到七十的话 那再多生一个吧 过了七十的话 可能就有点困难了 真的人类的心呢 都是通过神的心作用的 只不过是因为人类被撒旦欺骗 然后处在混动当中而已 各位准确地去读圣经的话 读圣经的话 一次两次地去读圣经的话 我们所遭遇的所有的问题 都是从神里面来的 神来为什么我要遭遇这样的困难呢 为什么我要遭遇这种悲伤呢 为什么我要忍受这种饥饿呢 我真的要活这种生活吗 不需要去解释 也能全部去看到神的心了 虽然这么说很抱歉 但是到了2020年之后 那我的朋友们都老了 经常抱怨 说他跟他的孩子们的不合心 说这个抱怨那个抱怨的 那我自从我出生到现在为止呢 我最近感到我真的特别幸福 我上了这一把年纪了 我再踩着这个楼梯上来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说呢 牧师你别上来了 那这一点呢 让我感到特别感谢 可能到了我这个年纪上 讲台上面 还能站在讲台上 讲话也对人不多了 那这一点让我特别感谢 我过去呢肠胃也不好 从小的心脏就不好 所以我经历了很多的问题 在军队里面接受游具训练的时候呢 我头一次知道了我的心脏不好 当时有人喊集合 我刚要跑过去就发现我的四肢不动 然后就倒在地上了 那个时候我才发现我的心脏不好 在军队里22岁那个时候呢 年轻休息几年就好了 所以我从小呢就不太喜欢那种过激的运动 可自从我的年纪过了50岁之后 我心脏不好的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1999年那一年呢 我几乎就要死了 真的我差点就死了 那时候我心想呢 我今后还能再活个两三年了吗 哥哥我在1999年 我们举办这个宣传会的时候 在松树林举办宣传会 那一天我就躺在这个帐篷里面准备睡觉 那当时呢 从我们本部到主日学校那里呢 大概有四五百米的距离 我想了想 这一天呢 我就来回四趟 走这个沙子路 那也就是说 一天就走了四公里了 我再怎么想也是 也是四次 我心想这像话吗 这是事实吗 怎么想也是 也是四次 我吓了一大跳 然后头一次 躺在帐篷里面 我自己笑了 原来我不是心脏病患者呀 原来我都好了 我兴起来了 然后从第二天开始呢 我就开始早上起来跑步 特别神奇的是 发现我就能跑起来了 所以我就买了一双特别轻的运动鞋 然后我就放在包里面 去非洲也是 我早上起来跑步 那俄罗斯的王宫特别好 每天早上呢 都在那王宫外面 绕这个王宫跑 当我结束之后 我回到大田 那在大田教会旁边 有一个叫西大田 女子高中的地方 那那里的学校特别漂亮 那那里面有这个 一个铜像 那我就看着这个铜像 说啊过得好吗 然后看他一下 然后就转这个运动场 总共是300米 一开始跑的时候呢 跑着300米两圈 就不行了 受不了了 然后继续跑 然后一开始是 一公里两公里三公里 可能到最后呢 跑到六公里了 那跑完之后呢 就一直在流汗 然后去冲个凉的话 特别特别的爽快 那我们教会的 黄孝敬长老说 在我们教会里面 我的心脏是最好的 神在所有的部分上 都在帮助着我 那上一次呢 我身体不太好呢 肠胃不太好 然后因为一直去非洲 所以我身体那点发烧 身体不太好 所以长老呢 就强迫我 让我去住院 所以我就去了三星医院 说我的这个数值达到了148 那这是我 头一次听到的事情 那 我以为血红蛋白 达到140就已经很不错了 竟然还有148嘛 那也就是说 我的血液特别纯特别好 那这医生呢 一直让我的住院 可是我说我不住院 那然后呢 后来这医生呢 跟我的心就相通了 我在生活的时候呢 我经常能感觉到 神把持着我 如果要说这种话的话 就没完没了了 学生们叫我呢 一直活到150岁 我现在正好就活到了一半 那我想呢 我能活到多少 就再多活一点 不管怎么样 最近我在主面前 我睡觉也特别好 也感谢 吃饭也感谢 踢球也感谢 传福音也感谢 为什么呢 记载圣经话语的 这是神的话语 神在记载这文章的时候 知道我的不足 知道我的软弱 他知道我的不足丑陋 也知道我的错误 所以为了我写了这本书 那我们需要担忧的是什么呢 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 我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读了西伯来书 十章一节的话语 西伯来书 十章一节里面说什么呢 律法既是将来美式的影 不是本物的真相 哇 这话呢 实在是太好了 律法既是将来美式的影 不是本物的真相 律法既是将来美式的影 不是本物的真相 律法既是将来美式的影 不是本物的真相 各位 当今有多少的人被捆绑在律法当中 因着律法而感到痛苦悲伤呢 我看到这个话语实在是太高兴了 律法既是将来美式的影 不是本物的真相 什么 律法既是将来美式的影 不是真相 各位这本圣经里面是这么说的是吧 圣经里就是这么说的 律法既是将来美式的影 不是本物的真相 各位 律法既是将来美式的影 不是本物的真相 那我们看律法的话 可以以实践命为中心 去讲这个部分 那第一条律法说不可拜别 耶和华以外的神 不可知道偶像与拜偶像 不可网称耶和华是人的名 当纪念安息日所为圣日 这四条是向着神的 然后接下来的 说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因孝敬父母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兜道 不可做假见证 不可贪心 这一套下来是吧 所以说不可做假见证 不可贪心 这是与我们临舍之间发生的事情 可是各位神在一次给我们这个法的时候 在出埃及记里面说什么呢 说我要把这个法给你们 那你们如果遵行的话 那我要使你们成为祭祀长的百姓 说埃及记十九章 十九章五节里面 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做祭祀的国度 为圣级的国民 好好遵守律法 就会成为祭祀的国度 和为圣级的百姓 那看七节的话 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来 将耶和华所吩咐的话 都在他们面前成名 十九章八节里面说 百姓都同声回答说 凡耶和华所说的 我们都要遵行 所以他们就说 谁走出的话 他们都要遵守 然后再往下的话 那有生命记 生命记二十八章 一节 你若留意 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谨守遵行祂的一切诫命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祂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 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这以下的福都必追随你 临到你身上 你在城里必蒙福 在天界也必蒙福 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 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 羊羔都被蒙福 你的框子和你的团面盆 都被蒙福 你出也蒙福 入也蒙福 然后再往下 十五节 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不谨守遵行祂的一切诫命律律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 临到你身上 你在城里必受咒诅 在田界也必受咒诅 你的框子和你的团面盆 都必受咒诅 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 以及牛犊 羊羔都必受咒诅 你出也受咒诅 入也受咒诅 那以色列百姓说 他们都要遵行 可没有一个人遵守了 这个法 那看圣经特别有意思的是 这些以色列百姓在埃及的时候 是干随 埃及的法 可神赐给他们这个律法 叫他们对他们说 遵守就会蒙福 不遵守就是咒诅 可以色列百姓中 没有一个人遵守这个法 那各位说 神在给我们这个法的时候 他知不知道我们 是否能遵行呢 神知道我们无法遵行 那我们稍微再仔细看一下 这圣经的话就能知道 那摩西在去西南山上的时候呢 神将这个法赐给了他 然后用手指呢 写在了这个石板上 然后给了他这世界命 这是事实是吧 他这么做 然后神将这个法赐给了我们 然后神不仅仅是给了这世界命 而是将天国的圣殿给他看 然后说 那你在你把天上看到的这个圣殿呢 如实地也建在这个地上 建得小一点 然后神说 如果你们犯罪的话 可以到这圣殿里面宰阳赎罪 那我来问一下 那以色列百姓说都要遵行律法 假如都遵行的话 那还会给他们法 告诉他们在犯罪的时候 如何赦免这个罪吗 不会是吗 神给了他们法 然后又给他们 宰羊宰牛赎罪的方法的原因 是因为神早就知道 他们无法遵守这个律法了 各位是这样的吗 那神还会期待各位遵守律法吗 不会的 不会的 所以在《出埃及记十九章》里面说 如果你们遵行就会祝福 可这些百姓们应该说 神啊 我们做不到 我们不行 他们应该这么说的 可以色列百姓说什么 我们都要遵行 然后非常努力地要去遵行 那可神呢 从来都没有期待过我们 以色列百姓遵守这律法 神赐给我们律法的原因呢 律法是将来美式的影 不是真相 各位没有一个人讲这种圣经 各位律法既是将来美式的影 不是本物的真相 各位这律法不是真相 各位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来说一下 律法是将来美式的影 不是本物的真相 这意味着什么 各位在律法里面有安息日 安息日是什么呢 就是第四个诫命是吧 当纪念安息日首为圣日 说你呢 要在这六日里面工作 劳碌你一切的功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女神 当首的安息日 你的儿女 扑壁 牛 驴 牲畜 并 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呢 无论 何功都不可做 在什么时候 在安息日的时候 神在这安息日 神在创造天地之后 在第七天的时候 安息休息了 所以安息日是 星期五晚上太阳落山的时候开始 星期六太阳落山的时候结束 所以在这安息日里面 不可做任何的功 你的儿女 扑壁 牛驴 牲畜 寄居的客里 都不可以做功 神在前六日 创造天地 第七日就休息了 那各位在以色列百姓当中 是有 奴隶的 他们背着 非常 重的担子 然后上山 可到了星期五晚上了 然后现在 太阳快落山了 啊 现在这个山 太阳快要落山了 再过一段时间的话 就可以安息了 到了安息日 我就可以脱下这个担子了 然后他就背着这个担子 然后这个太阳呢 然后终于就落山了 然后他就把这个担子 完全就卸下来 各位是这样的吗 那没有一个人 需要背这个担子 因为这是安息日 各位能理解吗 那律法是将来美式的引致 什么意思呢 那安息日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呢 耶稣基督来到之后 说了什么呢 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人 耶稣是安息日的主人 到了安息日的话 就要放下所有的担子 这个安息日呢 意味着成为 安息日主人的耶稣基督 知道各位 耶稣说什么吗 说烦劳苦担 重担的人呢 都到我这里来 我使你们得安息 在新约里面 神是这么说的 烦劳苦担重担的人 都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是你们得安息 那旧约圣经里面 是谁这么说的 是安息日这样 烦劳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是你们得安息 各位是这样的吗 是谁叫我们安息呢 是安息日叫我安息 到了安息日的话 无论我们背着什么样的担子 都可以卸下来了 圣经里面所讲的 安息日真正的意义呢 就是在意味着耶稣 耶稣说 烦劳苦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 我使你们得安息 就像我们在安息日 可以放下所有担子一样 只要到耶稣基督面前的话 就可以脱下所有罪的担子 能阿门吗 阿门 安息日所说的就是这个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哥罗西书 哥罗西书二章 那以佛所 菲利比哥罗西书二章 是二章十六节 那我们看这个屏幕 一起来堆下 开始 所以不担在饮食上或节期 月术 安息日都不可让人 论断你们 十七节 这些原是后世的影 那形体却是基督 那十六节里面说什么呢 所以不担在饮食上或节期 月术 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七节 是后世的影 那形体却是基督 那在安息日我们 放下所有的担子一样 我们假如遇到耶稣的话 就可以从罪的担子当中 得到解脱 这才是安息日真正的意义 阿门 阿门 所以安息日是将来美式的影 你们现在在安息日 虽然可以休息 但在不久的未来 会有耶稣基督来临 他来临的话 就会使你们 从所有的担子中 得到解脱 会给你们自由 会给你们真正的安息 能阿门吗 阿门 这真正的意义是 我们到耶稣面前的话 就会放下我所有的担子 然后就可以得到安息了 为了教我们这个部分 所以才给了安息日 圣经里面说了 神在六日内创造了天地 第七天就休息了 神是因为 他花了太大的精力 费了太多的神 所以第七天才休息了吗 没有 但那各位 知道为什么神 在第七天休息呢 是因为该做的事情 都结束了 所以才会这样 各位耶稣 被钉十字架 已经把该做的事情 都做完了 阿门 阿门 他解决了 洗净我们罪的 所有事情 假如知道 安息日真正的意义的话 那就不是 想努力 为我做点什么 而是发现 啊我的罪 已经洗净了 哈利路亚 现在我没有必要 为自己做什么了 耶稣已经做成了 这一切事情 安息日真正的意义呢 在律法里面 指的是这个 所以律法 是将来美式的影 不是本物的真相 各罗西书里面说 所以不拘在饮食上 或节气 月术 安息日 都不可让人 论断你们 这些原事 后事的影 那行底 却是基督 耶稣基督 在将来将来到 然后 使我们从最终 得到解脱 使我们能够 获得真正的安息 通过律法 让我们看到 这个事实 然而各位 有很多的人 在读圣经的时候 他们只是想 努力遵守安息日 这只是在解释 我们 耶稣基督 来临的话 我们就能像 安息日一样 能够得到解脱了 可 人们不懂这个的话 只想遵守 安息日 那律法不仅仅 只是这样 有各种各样的部分 那有 宰羊宰牛 献祭的部分 各位看 旧约时代的话 在赎罪祭当中 有一个 献祭当中 有一种祭祀 叫赎罪祭 那有四种祭祀 那在这四种祭祀当中 第一个是 祭祀长犯罪的时候 第二是官长们 第三呢 是以色列百姓 全会众犯罪的时候 还有第三的是 民中有一个人犯罪的时候 那这里在仔细解释着 如何罪得赦免 列位纪四章 告诉我们 通过祭祀的法 人们 带着羊牛 宰羊宰牛 然后献祭赎罪 律法是将来美式的影 不是本物的真相 在律法当中 我们宰羊宰牛 谢赎罪祭的事 虽然能赎我们的罪 可这是将来美式的影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 为我们背定十字架 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 是这样的一个影子 我们违反律法犯了罪的话 我们要带一只羊 没有残疾的羊 然后要在头上按手 西班牙书 利位纪四章 二十七节二十八节 讲述了这段部分 我在圣经里面 学书罪祭的时候 我最疑惑的就是 为什么要在羊的头上按手呢 我不理解 为什么要这样 当牧师的时候 要按手 要当长老的时候要按手 然后为了病人们按手 可这羊怎么能当牧师呢 羊怎么能当长老呢 怎么能按手在羊的头上 然后治好这个病呢 我当时不知道 为什么要按手 我呢 一直在三年的时间里面 想知道这原因 一直查找 可特别神奇的是 那圣经里面 有所有的答案 那有利位纪四章的内容 然后没过几章 就出现利位纪十六章 在十六章二十一节里面 就出现了答案 看利位纪十六章二十一节的话 那亚伦两手按在羊头上 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孽过犯 就是他们一切的罪间 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 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 然后借着所派之人的手 送到旷野去 那这里有两只羊 一只羊呢 是为了赎罪 一只羊呢 是为了阿萨谢了 一只羊呢 按手把罪归到他身上之后 然后把他送到没有人的地方 这是意味着背负我们罪孽的耶稣 然后另外一只羊呢 给他按手 然后宰了他 流了血 然后就死 在旧约时代呢 有着背负我们罪孽 离我们而去的羊 还有被杀死的羊 这全部都记载在律法当中 那除此之外呢 也在讲述着我们与我们邻舍之间的关系 说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见证 不可贪心 这是在讲述着与我们邻舍之间的关系 可准确地来说 他们是为了来证明 将来要来的美式的这样的一个影子 那最近结婚的时候呢 几乎没有这样的情况了 可我们在小的时候 结婚的人呢 一定要有一个说媒的人在中间 所以有一个说媒的人呢 就带着新年的照片去找新郎 啊你看看这个姑娘 漂不漂亮 你想不想跟这样的女孩结婚呢 然后在中间说媒 然后让这两个人结婚 那最近呢 大家都是在路边见到面之后呢 互相相爱 然后谈恋爱呀 约会呀什么的 但那个时候呢 都是说媒的人这么做的 那当时呢 说媒的人带了一个小姑娘的照片过来 一看呢 实在是太漂亮了 然后这说媒的人就说 这小姑娘特别漂亮 那就是有点远 就是有点远 啊没事远的话 我再走一天的路就行 所以他们两个结婚了 那因为当时呢 没有说什么见了面之后 谈恋爱这样的说法 结了婚之后 一看到发现这个 小姑娘的眼睛瞎了 然后就一直说这说媒的人说 为什么把这虾影的介绍给我 那知道说媒的人说什么吗 我不是说他瞎了吗 在韩语里面说远 跟瞎的这个词是一样的 说我不是说他瞎了吗 所以过去呢 有人呢 听说有这样说媒的人 那我们有这种说媒的 这样的事情 那在神跟我们之间 实际上我们为了去介绍 今后将要来到的 这位耶稣基督 耶稣临到的话 我们就能放下所有罪的担子 耶稣来临的话 我们所有的罪都能够得赦 就像我们看不到真人的时候 我们就用照片来看一样 在这里呢 告诉我们今后 耶稣基督要来临 他要怎么做这个事情 做这种工作的 就是这个说媒的 虽然没有看到这个小姑娘的脸 可那个时候呢 可以通过照片什么去看 可是这个小伙子 要看这张照片 看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在看到这个小姑娘真人之前呢 他一直看着这张照片 然后思念着这个女人 可这张照片不是真相 但是真是真相的照片是吧 啊这个小姑娘真漂亮啊 真漂亮啊 然后实际上结了婚之后呢 跟新娘一起生活的话 就不需要看照片了 那看真人不就可以了吗 各位能理解吗 那在见耶稣之前 耶稣能使我们从所有的担子当中 得到解脱 会使我们安息 会赦免我们的罪 为了用影子来让我们看到这一切 所以律法里面有赎罪记啊 也有安息日啊什么的 正为这样 当我们到了新约里面 完全见到耶稣基督之后 那律法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耶稣基督会来临 然后来起敬我们的罪 他会赦免我们所有的罪 那这就是为了提前告诉我们 这个事情 所以就成了将来美式的影 各位能理解吗 然后 这十天命的两块石板 怎么做知道吗 把它放在约柜里面 然后给它盖上盖子 翅膀张开 呃 天使张开翅膀盖住 说绝对不要看这律法 说你们要看 看的是这位神 是这个意思 所以有一次以色列百姓呢 他们的这个约柜呢 被抢夺了 那当时有人打开了这个约柜 看了这个石板 有五万七七百人死了 七十人死了 所以神说绝对不要打开这个盖子 各位我们每天都在读 每天都在看 他看到我们每周日呢 都奉毒十诫命 神会感到非常非常的伤心 因为现在耶稣这个真相已经到了 这个本物已经到了 为我们留下了宝血 所以我们要仰望的是 这位耶稣基督 可总是看着律法遵守安息日 如果总是这么去做的话 那谁跟照片结婚呢 要跟真人结婚不是吗 现在这个真人真相 耶稣基督已经来到 他来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 所以我们相信耶稣的事 既不是我们要好好献祭 也不是要努力祷告 也不是要好好遵守安息日 而是要理解安息日真正的意义 所以这是将来美式的影 其本体真相呢 是耶稣基督 神已是在六日当中 创造天地 第七天就休息了 神在创造天地之后 并不是因为他太疲倦 疲劳了所以才休息的 看圣经的话 因为已经创造完了天地 没有事情可做了 所以才休息 这意味着神已经结束一切事情了 赦免罪的也结束了 洗罪的事情也结束了 使我们得以洁净的事情也结束了 使我们得以圣洁的也结束了 使我们称义的这个事情 在十字架上已经都结束了 所以我们相信我们圣洁了 我们是义人了 这才是相信耶稣的 我们在讲述着 约翰福音八章 行音妇人的这个故事 文士和法利塞人 带着这行音的妇人来耶稣面前 说父子这个女人正行音时被打 摩西的律法上吩咐我们 要用石头打死仗的女人 那夫子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 神呢 将律法赐给了以色列百姓 给了他们这律法 可神非常了解他们 他知道以色列百姓 没有办法遵守这个律法 所以这律法的介入呢 并不是叫我们遵守律法 然后蒙福 当今大部分人想遵守律法 然后蒙福 哥 我们遵守律法能蒙福吗 没有一个人能这样 这律法呢 是将来美式的影 那 这事实是 在安息日 需要放下所有的担子 由耶稣基督来为我们做这一切事情 各位能阿门吗 所以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 结束了我们所有的罪 都已经结束了 一直在讲述的 就是这个事情 可当今有很多教会 他们知道信耶稣能罪得赦免 可大部分教会呢 说耶稣基督虽然被钉十字架而死 可说自己还是一个罪人 那这只能说 这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失败的 那为了赦免罪 所以被钉十字架而死 假如我们说我们是罪人的话 那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失败了 各位耶稣为我们的罪 被钉十字架而死 而且也没有失败 完美地洗净了我们的罪 这阿门的声音这么小吗 这真的应该阿门呢 是吧 是我强迫各位说这阿门吗 阿门 完美地洗净了 所以信仰是什么呢 并不是我要努力热心好好遵守律法 现在律法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洗净我们罪的这事情也已经结束了 各位在十字架上已经永远地洗净了我们的罪 为了叫我们不再看这律法 所以把盖子给盖上了 为了叫我们不看这律法 所以天使用翅膀盖住了 如果看这律法的话 就只能遭受咒诅 所以这个时间命进到这里面之后 这盖子从来没有打开过 可有一次这个盖子打开之后 有五万七十人死了 是吧 遭受了咒诅 那现在再也不要谈论这律法了 律法所说的是 律法所说的是 讲到的是将来美式的影 这影是耶稣基督 是耶稣的影子 就像在律法当中 宰羊宰牛一样 那耶稣背定十字架 让我们能够看到 洗净我们罪的这事实 所以还有一段圣经 完美地解释这个部分 那牧师呢 每天看圣经呢 就主要研究这个部分 然后来解释给圣徒们 看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的话 看这里的话 这里的话出现惊奇的内容 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三十一章三十一节 开始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我要与以色列家和尤大家 另立新约 然后再来读一下三十二节 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 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 与他们所立的约 我虽做他们的丈夫 他们却背了我的约 也就是说 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 第一个约就是十节命 然后神说呢 要重新建立新的约 然后在三十三节里面说 耶和华说 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以色列家 所立的约 乃是这样 我又将我的律法 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各位第一个约 记录在石板上 然后放在了约柜里面 第二个约呢 没有记录在石板上 而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 那怎么刻在我们心板上的 那各位我来问一下各位 各位有没有罪呢 有没有罪 有罪吗 没有了是吧 为什么 因为已经赦免了 神在各位心里面 记录了这个法 在听的人心里 那当我们确实的确信 耶稣在石板上 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 那 我们心里面 记着什么呢 记着我不再纪念 他们的罪迁和他们的过犯 这一句话是吧 阿门 所以得救的人呢 并不是实戒命 在我心里 那 实际上呢 是耶稣基督的宝血 已经 已经 洗净了我们的罪 这个事实 刻在我们心里面 那各位的心里 刻着什么呢 啊 主啊主啊 我是一个罪人 饶恕我吧 各位是这个吗 不是的 是吧 各位心里面 记录着什么呢 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 有这样的话 刻在各位心里面吗 这就是得救的人 跟没有得救的人的区别 没有得救的人呢 耶稣虽然背进十字架而死 可仍说自己是一个罪人 相反得救的人呢 不会这么说 我虽然犯了罪 可耶稣背进十字架 为我的罪而死 赦免了我所有的罪 可在这耶利米书 三十一章三十一节里面说 日子将到 我要与以色列家和尤大家 另立新约 因为已经违背了 第一个约 所有的律法 所以 我们要遭受的咒子 都由耶稣来承担了 是我们捷径 所以神说 要树立新约 来看一下三十一章三十三节 耶和华说 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他们心上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在我们信耶稣的人的心里面 有在我心里面记录的 我犯了罪 可我在十字架上像雪一样白的洗净了 我现在不再是罪人了 如果这个能记录在各位心里面的话 那各位就是神的子民了 假如我说 神的我是一个罪人的话 那这个就跟神没有关系了 看一下三十四节 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灵舍和自己的弟兄说 你该认识耶和华 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之大的都必认识我 我要赦免他们的罪恋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 这是耶和华说的 神说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 说不再纪念我们的罪了 相信这个的人的 个非常悲伤的事 有很 当今基督教非常悲伤的事 却不懂这个事实 虽然上教会却说自己是一个罪人 在十字架上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 可仍然说我们是一个罪人 那这是主感到非常悲痛的一个事情 那现在神说了 第一个律法呢 那它触觉的标准在于我们做得好与坏 第二个法呢 因为知道我们做不好 所以要按照神的标准来 看神到底做没做 然后来触觉我们 可神呢 像白血一样白地洗净了我们 所以我们相信的就是这一点 所以第一个法呢 使我们所有的人都成为了一个罪人 这律法呢 是死亡 罪和死亡的律 可第二个法呢 是生命圣灵的律 这就是说 用耶稣的血已经洗净了我们所有的罪 仍然在律法之下的人呢 说自己是一个罪人 可在生命圣灵的律里面 我们摆脱出来之后 在生命圣灵的律当中 因着耶稣基督的血已经洗净 而且变得圣洁完全了 我们相信这一点 行医的妇人在行医时被抓了 这个女人行淫了 那用耶稣约摩西的律法来审判的话 那她只能被石头打死 神说日子将到 我要与以色列家和尤大家令礼新约 那为了能拯救这个女人 那这个律法呢 绝对无法拯救这个女人 所以耶稣用指头在地上写了新的律法 那第一个律法呢 神用手指的记录在石板上 第二个法呢 是由耶稣用指头在地上画的 在地上画字 然后又刻在我们的新板上 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念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 这就是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四节的话语 这是耶犹华说的 第一个法呢 第一个法呢 是要 取决于我做的好与坏 可因为我都违背了 所以第二个法呢 要是按照神所做的 来处决我们 神派显了耶稣基督 已经赦免了我们所有的罪 然后就说 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念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 这是耶犹华说的 耶稣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在此之前只有律法在统治着我们 可耶稣用手指写的这个新法 来统治我们的话 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念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 这是耶犹华说的 这一句话会临到我们心里 我们自己祷告 圣祭的父神 向神献上感谢 我们感谢因这十字架 完美地洗净了我们的罪 您活着在我们里面 感谢您成为了我们的一切 我们因这主的恩典 非常惊奇地听了福音 而且从罪恶当中得到了释放 而且非常感谢神帮助我们 是我们将这福音传播的万邦 在这世上还有很多人 因这罪而感到痛苦 愿您来实现恩典 教他们能够最多赦免得救 也愿更多的人能够最多赦免 愿您来祝福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各位非常感谢 感谢观看